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礼拔欺言古诗的章法就是跌宕 我们专门要和大家一起讲跌宕 现代的文学批评术语很少使用跌宕这个词 这是我们特别传统的 这显示我们民族的文学特色的一个文学理念概念 在古代的四国评价中间常常使用到跌宕 这个概念 这个术语 礼拔一辈子学的最好 这能代表他的个性的 这能代表他的气势的 就是他的七言古诗 其次是他的七言解句 五言解句 再就是他的五言古诗 五言律诗 他的七言律诗他写的比较少 还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才华 在这种题材中间 李白的才气还没有完全显得出来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李白走上诗团的时候 七言律诗还没有完全定型 那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李白的个性 不太实行如写七言律诗 包括他的五言律诗 很多必须要订有的诗 他就不订有 包括沐浩然的有些五言律诗 他订有也不是那么公正 包括抽象诗集的 他该对的不对 不该对的对 这有尸体承受的阶段有关 还当然主要如李白的个性有关 我今天讲 李白七言律诗的章法 就是跌宕这种章法 在讲之前 我和大家谈一下 什么叫跌宕 跌宕就是指他的章法 或者笔法 他的转折动错 他在结构上的大起大落 复变化 也指他思考的比例 气势 豪放 也是他的音调 音节 不难起伏 当然 我们谈那个跌宕 还是与谈他的 诗歌的豪放相连 他那种跌宕的章法 形成他的那种 诗歌的豪放的诗风 亲人造诣 在欧北诗话 卷一中间说 李青年 就是李白 这是先灵降生 他说 李白狮子不可及处 就是别人比不上的地方 在乎神石超卖 在哪个地方神石超卖呢 他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他不谐谐谐调章拒 他也不在乎 露心刻骨 李白的诗歌 他只有一种天马行空 不够极乐之士 就是不够控制 明朝的胡云林 他在诗书中间 也有一单很精彩的评论 他说 壳皮中恒 就是百壳中恒 变化超复 他说 急雷震停 西风急雨 他说歌也 未知生年 脉络连贯 走月流云 清车熟漏 行夜 他说 太白经歌 少林即行 因为古代的乐佛寺 有歌行良体 他如音乐一般 他说 百壳中恒 变化超复 像雷震一样的震撼 急速 七风急雨 他说 这就是歌 他说行呢 行的特点是 位置生年 有固定的位置 埋落连贯 不是复旦复旭 不是这样 他说 走月流云 是清车熟漏 他说 这就是行 他说 李白的诗歌 进入歌 杜复的诗歌 进入行 他再进一步说 他说 太白的歌行 就是七阳古诗 为什么 歌行本来是月佛 我为什么说 七阳古诗呢 因为在唐朝的 歌行是月佛 基本上这就不能唱了 他说 李白和杜复 他两个人的七阳古诗 一个是无首无尾 变化错终 一个是 虽然深层横杰 写的很深层 但是格力 尚有可行 他又杰作说 李杜二家 七才本无优劣 说李白和杜复两个人 他们两家 就财旗而言 两个人没有什么优劣 不能说哪个更好 但是呢 公布就是杜复的诗歌 体财明密 就是他的章法呢 体财很明密 有法可行 青年 就是李白的诗 信会飘举 非许可治 也就是说 李白的七阳古诗的章法 他是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向天马行空 跳荡离河 世人觉得变幻莫测 我们现在讲他一首代表作 为什么说他 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向天马行空 变幻莫测 好 我们看一首 就是 先走卸跳楼 见别教书所云 他一起必就说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 不可留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烦忧 长风万丽 送秋燕 得此可以 憨高楼 蓬莱文章 建安谷 中间小谢 又轻发 聚怀一心 壮丝辉 遇上青天 难明月 抽刀淡水 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复愁 人生在世 不成义 明朝散发 弄边周 我讲实一下这个标题 仙周 就是今天的安徽的仙城 谢条楼 就是谢条南朝旗的谢条 曾经做过仙城太守 为了几年谢条 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谢条楼 你把一辈子佩服谢条 建别就是设厌送别 教书就是个官的名字 在中央秘书省做教书郎 书云 书就是辈分 叔叔 云就是李云 我在这里也 顺便跟朋友们解释一下 你把这个叫 他要说别人叫别人叫叔叔 后来发现辈分超很多 其实他跟他奔兵不同中 我也顺便说一下 李白是不是汉州人 就大可疑问 于上个世纪1935年 著名的历史学家 陈云雀先生 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当时的清华学报上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李太白 四周之疑问 他如果李白就不是汉人 他就是胡人 我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 李白也可能就是胡人 因为那个史书记载说 李白高准就是尖皮子 深目眼睛挖得很深 就是面部冷酒很强的 冷脚分明 他不像我这个鬼样子 一个平板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所以他叫李云 大概李云的年龄比较大 这就是在仙州西条楼 设宴 给他的叔叔送行 李云要回到长安去 李白就送他 我们看看他怎样送 他一起一笔就说 弃我续罪 昨日之日不可留 为什么说 飘然而来呢 古人说这首是一起一笔 就不可担你 就是完全想不到 又是送别一个特点 就是送的人 要安慰行的人 就是送的人 要去安慰分别的人 李白一起一笔就说 既我续罪 昨日之日不可留 他一起一笔就说 叔叔啊 过去美好的日子 与去不凡 不可挽留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烦忧 他说今天 真是把我烦死了 今天的日子太糟糕 我痛苦的要死 叔叔 他不禁不想安慰 李云叔叔 他很不可要李云呢 安慰他一下就好 这叫飘然而来 你看 期末续罪 昨日之日不可留 就抖起 起得很抖 很急 李白的四个 他常常喜欢用排比去对起 包括他的强劲酒也是这样的 军不见了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军不见高唐明镜 悲伴发 他就是用排比句 奔腾咆哮 奔腾而来 你看 这首是 欺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难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烦忧 大家注意 他是用排比句对起 他那种 李白的四个的感情 非常的强劲 他那个烦忧 不是一点点 淡淡的忧伤 那是真的 痛苦的要死 今日之日 多烦忧 不是一点烦忧 很多烦忧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讲 按正常的理解 我们就要等着 李白 向他来诉说 倾诉 有哪些烦忧 你看 别人说 我跟在座的朋友们讲课 我说朋友们 我今天痛苦很多 很多烦心事 大家就在底下 等着我说 有哪些烦忧 那是正常人写的 正常人的表达说 朋友们 今天我有很多痛苦 大家都在等着 我有哪些痛苦 好 大家注意 大家正在等着 他说有哪些烦忧 多烦忧的时候 李白突然来了 长风万里 送秋燕 对此可以 憨高楼 大家注意 憨高楼 且到体面 先走卸跳楼 憨就是唱饮 且到体面 间别 长风万里 送秋燕 写秋天 唐才有三个人 我写的特别漂亮 一个是李白 写的太好了 长风万里 送秋燕 写的高浪 雄昏 紧接开阔 第二个就是 刘雨昕 自古逢秋 悲祭了 我燕秋日 盛春照 晴空一河排云上 遍影诗情 刘比销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渡牧 哪里另外一个浪漫鬼 远上寒山 死尽霞 白云深处 有人嘎 停车坐岸 风凌晚 双夜红鱼 二月花 长风万里 送秋燕 对此可以 憨高楼 他说说 现在真好倡议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我们为什么说 他飘然而来 飘然而去 他的感情的表达方式 和体验方式 跟我们都不一样 那正常人说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我们就要讲 有哪些烦忧 别人说 朋友们 我想这有很多烦忧 第一 工作压力很大 第二 又要996加班 第三 我女朋友 又帮我甩了 对吧 大家都等着我说 有哪些烦忧事 有多烦忧 我特别人说 哈哈 我太高兴了 大家就跟着嚇死了 对吧 觉得我神经有毛病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听听看 刚才说 今日之日多烦忧 他突然来一句 长风万里 宋秋燕 对此可以 憨高楼 不仅没有烦忧 他快活得要死 憨高楼 他越去越高兴 大家看看 蓬莱文章 建安谷 中间小谢 又清发 大家注意 汉朝的那个东观 就藏了很多书 唐朝的秘书神 也藏了很多书 那些书中间 有很多道教的 神仙秘籍 所以叫这个地方 叫蓬莱阁 蓬莱 是道教的仙山 好 大家注意 蓬莱文章 就是称道 李云的文章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主要是指 李云的诗歌 为什么呢 在唐朝以前 说文 文章这个词 既指诗 也指文 到底是指诗 还是指文 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 比如说 韩语的调章级 他有一起笔就是说 李渡文章寨 光雁万丈长 那么礼拔和杜甫 是文章还是诗啊 你看就知道 是诗歌 还有 我上次讲了的 陈子昂的修作篇序 他起笔就是说 文章倒闭 五八年语 他也主要是指诗歌 彭南文章 建安五 这是公伟 他的叔叔李云 说叔叔啊 你的诗歌写得真好 有建安风骨 这句是公伟 他的叔叔 下句 他说中间小谢 右倾发 小谢 大家注意 就是卸条 这切到体面 卸条楼 中间小谢 为什么叫中间呢 大家注意 从建安的诗歌 再到西条 再到唐朝 西条刚好是在建安 和唐朝的中间 所以说中间小谢 又清发 清发就是指诗歌 清心秀发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他上句公为他的叔叔 下句你把这个叫 他的词点里面 没有谦虚这个字 这两句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其实是副文 什么叫副文呢 说叔叔 你的诗写得既有风骨 又清发 我的诗也是既有风骨 也清发 这是副文 上句说叔叔 下句就说自己 彭来文章 建安谷 中间小谢 又清发 这是分说 分开来说 再来一个字 俱怀意信 壮思辉 这叫双碗 就是两个人一起说 他说我们两个人 三倍九下斗 一信就是飘移的私信 壮思辉 就是胡想联翩 俱怀意信 壮思辉 两个人三倍九下斗 越火越高兴 越火越高兴 两个大男人 和他高兴个什么成的呢 遇上青天 难明月 他和他叔叔 两个人 都想到天上 就把月亮 坐下来玩一玩 我的个天 大家听懂了没有 刚才他说 今日之日多烦忧 现在不仅没有烦忧 他妈快要得要死 遇上青天 难明月 大家注意 抖起抖落 他的感情呢 你爸的试过感情 就像坐过山车 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一下子冲到了天上 有没有烦忧 没有 什么烦忧都没有 快要得要死 大家注意 他突然反跌 跌宕 突然的反跌 就是抽刀淡水 水跟牛 举杯消愁 愁复愁 这是不是见鬼了 刚才快要得要死 遇上青天 难明月 他马上就 突然的反跌 沉到了谷底 抽刀淡水 水跟牛 举杯消愁 愁复愁 这个比如太漂亮了 只有你爸才搞得出来 你爸的比喻 那实际上是 又丰富 又奇特 出人一表 你完全想象不到 抽刀淡水 把刀是砍到水滴下去 水好像抖住那样 对吧 把刀是提起来 水更流 流得更急 比如是下一句 举杯消愁 愁复愁 口酒消愁 越喝越愁 那么你爸是不是越血越痛苦了 不 他马上就说 人生在世 不成义 明早散伐 弄偏周 老是不干了 这是你爸 我告诉大家 这首事大家看看 他反复的跌宕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心下沉 他突然来一句 震气 长风万里 送秋燕 一直生 一直生 感情一直洋洋的很高 遇上青天 难迷月 突然一下反跌 抽刀带水 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复愁 很痛苦 人生在世 不成义 明早散伐 弄边周 反跌 不断的跌宕 不断的落起落 反复的跌宕 这叫跌宕 大家注意 那个跌宕 你爸的感情的体验方式有关 他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体验方式 你看 今日之日多烦忧 一样我们一般人就说烦忧 你爸 这位天才 是个非常感情的体验方式 是非常的独特的 斗起斗落 大开大火 后来跑到了 后来 到了香港的 那个曹局人先生 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说你爸 你都他的四个 他是个决定的天才 你如果 你住在 三楼 你爸住在四楼 那你可能觉得他就是个疯子 他刚才大笑 蹦蹦蹦 他一大哭又是 蹬那个脚 蹬那个地板 蹦蹦蹦 弗洛伊德 有句很漂亮的话 他说 天才和神经病人 只有一步之遥 大家感觉到那没有 这种事的跌宕 写得特别漂亮 朋友们 我们还是接着 讲 礼拜 奇言古诗的章法 就是跌宕 我这次想以 他的另一首代表作 就是 行漏难 为例 因为行漏难 是三首走势 我讲他的第一首 我把它念一遍 金尊清酒 斗十千 玉盘真秀 资万钱 亭北投注 不能死 把剑四顾 心茫然 玉斗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闲来垂吊 碧膝上 户户成舟 暮日边 行漏难 行漏难 多岐漏 金安寨 长风破浪 会有时 只挂云环 济沧海 行漏难的写着时间 有很多争论 有人说是写于 开元的后期 有人说是写于 天宝的前期 就是礼拜 被唐乡中 赐金放缓了以后 什么叫赐金放缓 就是礼拜在天宝元年 被赵金公中 到了汉领 供奉 大概有一两年时间 他在朝典里 给大家都搞不好 我们的 这个唐乡中 也看到 礼拜不是个 当官的料子 就赐金放缓 那个金啊 不是够儿的 不是金银铜碟的金 那个金 就是money 就是钱 赐金放缓 什么意思 就是唐乡中 给了你 礼拜一笔钱 让他滚蛋 他很痛苦 就从长安 到洛阳 这个行楼兰 这个三首诗 大概是写入 他赐金放缓了 以后的 很痛苦的这档时期 他觉得 人生的第一档的 这档时期 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写 行楼兰 行楼兰 是古岳府的旧题 南朝送 报照 有你行楼兰 十八首 也写得很好 但不像礼拜 写得这么好 我们看看他怎样写 我们还是讲跌宕 大家记住 我的主题 还是在讲跌宕 他又是用 用叠奥句对起 金尊 清酒 斗十千 金尊 就是非常贵重的酒杯 清酒 就是非常贵重的酒 朋友们可能不是太了解 我们唐朝一般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的古代 都是喝的濁酒 我们常常说濁酒一杯 濁酒一杯 喝清酒的人很少 一般的家里喝不起清酒 清酒 在唐朝时供奉酒 非常贵重 所有的清酒 就是我们像喝的一个白酒一杯 透亮的 透明的酒 濁酒 是什么酒呢 就是那个量酒的技术不过关 酒精的唇都不够 就是很多酒渣 还在那个酒里面 因为大部分家里是喝的濁酒 濁酒里面有米渣 有那个酒渣 那个酒渣 那个酒又放时间长了 它就酸 就不好喝 白鞠有一首诗 问牛十九 他说濁泥新陪酒 红泥小火楼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他说老兄 我新酒刚刚了好了 那个濁泥啊 就是那个酒上飘的那个酒抓 新陪酒是刚好量的酒 红泥小火楼 就是他那个火楼 温酒的那个楼子 是用红泥做的 一边是绿酒 绿女新陪酒 一边是红泥小火楼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 我都流口水 所以他问牛十九 晚来天欲雪 现在很冷 能饮一杯无 狗东西 你能当我在那里饮一杯酒吗 就是这个意思 清酒 上面没有运营 就是没有那个酒渣 清酒非常贵 我讲了 斗十千 我的天哪 我的个娘 一斗有十千钱 就是上万块钱一斗 那比今天的茅台 五粮业贵多了 对吧 一边是金针 清酒 斗十千 一边是玉盘 针绣 值万钱 他都有的非常工程 大家注意 盘是玉盘 就葬菜的盘 菜是真修 就是非常贵重的荤菜 吃万钱 每一碗要吃三万块钱 当然这是夸张 这两句写的你垂谈欲敌 你以为我们你爸要大喝一顿 听到了没有 要海词一顿 他突然一转 停杯 头座 不能死 大家看到没有 转 突然一转 你以为他要猛火 他突然的打破你的期待 停杯是紧成哪一句啊 朋友们大家看懂得没有 停杯 紧成前面那个金针 停坐 紧成前面那个玉盘真修 都是用筷子夹的 坐就是筷子 不能死 吃不下去 突然一来了 把剑事故 心茫然 我的天哪 他都是你怕死了个腰死 他突然把剑拔出来 你想要杀人的 对吧 把剑事故 张望 事出张望 突然心茫然 非常痛苦 不知得要怎样干 可见 这是他真的是 吃尽放缓了以后的痛苦 为什么心茫然呢 他是记得行路难 他人生的道路非常艰难 你看 玉斗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他说他想走水漏 向渡黄河 走水漏 水漏不通 冰色川 江灯太行 向走楼漏 又雪满山 水漏都不通 人生已经无漏可走 决门了 这才是叫行路难 就是人生的道路 无漏可走 欲渡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你以为无漏可走了吧 你以为真的要上吊了吧 对吧 要调江了吧 对吧 你看他偷然来一句 跌宕 闲来垂吊 碧溪上 户户沉舟 木日边 摸了这个天 他都是 你简直是不可想象 他刚才还说 无漏可走 都是闲来垂吊 碧溪上 这是写 江太公钓鱼 户户沉舟 木日边 那是写伊隐 下代的伊隐 做了个好目 说他梦过 太阳好日月旁边 后来真的是被国王发现了 无论是江太公 还是伊隐 两个人 在成就大孽之前 都是一个是垂吊的一个老头 一个是谁 一个都不知道的一个伊隐 惊天动地 干了一双伟大的肆虐 李白说 他把这两个典故用到一起 他说我李白 难道不能像江太公 江上和伊隐那样 东山再起 时来运转吗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漏可走 而且虔诚光明 闲来垂吊 碧溪上 户户沉舟 木日边 刚好写的阳光普照的时候 哦我在这里说一下 那个木日边 他说伊隐呢 他做木 露过太阳和月亮旁边 古代把太阳 比为皇帝国王 把月亮比为皇后 你知道吧 刚好 已经是阳光普照 前程式进 突然又来一句 反叠 行乐难 行乐难 多岂漏 竟然在 我的人生道路 又在哪里呢 我这个天 又无漏可走 大家看到没有 行乐难 用狠胆的句子 为什么 他内心高度的焦虑紧张 行乐难 行乐难 多岂漏 竟然在 我李白的道路 在哪里呢 又无漏可走 大家看看没有 玉斗黄河 冰射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水漏不通 无漏可走 他又来了 胡乌尘州 末日边 刚好胡乌尘州 末日边 他又无漏可走 多岂漏 金安寨 我的人生道路在哪里呢 又写节了门 无漏可走 突然来两句 最后两句 高唱日云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环 写沧海 我的个天哪 高唱日云 长风破浪 会有时 他一直觉得自己 会干一番 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然后前地球的人 震惊不已 只挂云环 写沧海 写的扩大阳光 大家看看这首诗 不断地跌宕 反复地跌宕 反复地跌宕 一开始争起 金真清酒 斗诗钱 玉盘争袖 值万钱 写得喜气洋洋的 你以为 他要海词一顿 海河一顿 他突然地反跌 停杯投注 不能使 把见事故 心茫然 接着心茫然 为什么茫然 人生无乐可走 玉斗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人生完全无乐可走了 已经绝漏了 他突然来两句 闲来水调 壁西上 户户成舟 墨入边又争起 一刚好争 停起了 马上又反跌 行漏难 行漏难 多岂漏 金安寨 又跌到了谷底 刚好跌到了谷底 他又突然来了 长风破浪 会有时日 只挂云环 寄上海 他真的 他的感情 波澜起伏 抖起抖落 所以在结构上 反复的跌宕 大开大火 抖起抖落 就像我刚才说了 就像走过山车一样 砰 砰 砰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跌宕 写着 熊强 大气 豪迈 奔放 所以人家说 你把这四个 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不可单一 就是不可想象 就是你看 刚才说 多岂漏 金安寨 这么又突然 跳到了长风破浪 会有时呢 他这个中间 一个正常人 找不到感情 联系的脉模 所以古人在 你把那个四个 中间 常常说 断 再断 断 又断 就不断的断 跌宕起伏 那个跌宕 我在这里 朋友们讲 你把的情感 体验方式有关 他大派 熊强 像你把这种四个 我在这里 和大家讲 这是爷们写的诗 你知道吧 感情强悍 猛烈 我在和大家讲 一个诗人 他是不是成为 一个伟大的诗人 是看到的感情 有没有强度 那有人说 陶渊明没有强度 我告诉大家 陶渊明的强度 年轻的时候 非常有强度 你知道吧 你读他里 有些诗歌的强度很强 他的腕量是 豪华罗敬 见真诚 今天我们讲 礼拔的 我连讲的两 两首代表作 一首是 仙州谢跳楼 鉴别教书所云 一首是 行楼南 三首吃衣 金针清酒 斗十千 我想 用这两首代表作 来和大家一起 来感受 你把脏法的跌宕 也来感受 你把感情的强度 来感受 你把生命的活力 谢谢大家 我让你把脏法都放在一起 我把脏法都放在一起